千万要小心 这个机器操作不当可能会小命不保 不知道哪个天才发明了核磁共振仪 就一个不起眼的小洞 人躺进去 几百块就没了 妥妥的理财神器 并且非常危险 进入核磁共振室的时候 身上一定不要有金属物品 手机 钥匙 银行卡等 特别是手机 如果你带进去 极大可能会造成报废 或者身上有其他金属被机器吸住 拔都拔不下来 必须关机 因为核磁共振仪的磁场是地球的3到5万倍 其内部是一圈高速旋转的大磁铁 说白了就是人躺进去 通过核磁共振形成影像 能快速地看到人体病变情况 检测的部位越多 价格越贵 不仅如此 一台这样的机器需要上千万 核磁共振仪一旦开机永远不能关闭 除非遇到事故或者医院倒闭 因为核磁共振仪需要超强的降温系统 不是水不是防冻液 而是采用零下269度的液态害 一旦关机或者故障 就需要重新注入液害 一台机器需要2000升 一次需要40万 那么你还觉得做一次几百块钱贵吗